仔细看,一只小黑猫正待在路边草地里 当走近时,可见它蜷缩在草中 透过阳光能看出 这是一只流浪猫 在路人抚摸下,隐隐发现小猫的皮肤不太好 不过它却很温顺 见到路人后没有逃跑 可能还小 迷茫的它根本不知何去何从 路人将小猫抱起 虽然它身体很瘦,却也很可爱 带回去后,好心人开始为它洗澡 小猫瞪着一双大眼睛 显然还没适应 对它来说,应该是出生后第一次洗浴 所以小猫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静静期待着 由于身上太脏,加上皮肤有些感染 好心人在家人配合下 只能用水一点点的小心清洗着 能看出,这只黑猫还很小 只是这么点大就无依无靠 实在太可怜了 洗过后,好心人擦干猫咪的毛发 又用药水对猫咪皮肤感染触喷着 随后为它点了眼药水 猫咪有些不习惯 紧闭着眼睛躲避着 不过很快,它感觉好了些 可能是药水起了作用 好心人端来一盆猫粮 猫咪见后赶紧吃了起来 从它瘦弱的身体不难看出 已很多天没吃东西了 所以此刻,猫咪大口地吃着 吃饱后,它默默地蹲在那里 静静看着这个陌生的新家 不过两周后 猫咪完全适应了这里 开心地玩着主人为它设计的玩具 现在的猫咪不再流浪 有了家和善良的主人 它生活得很幸福 也很幸运 因为在无家可归饥饿迷茫时 是好心人将它捡了回来 最后,感谢好心人的收养 也祝猫咪健康成长